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7月9日 今天是星期二 繼續來到星期二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是6月初四 今年是甲晨年 今年是農年 這一節要跟大家是奇聞 是共賞的 據說 東方親建制的媒體竟然又有新文章 是說 香港必須要承認自己沒落的 簡直是 又是唱衰香港 文章更加 離奇地說內地人越來越富裕 我們真的有理由相信 其實現在 香港政府倒行逆施 真的使得 香港一眾的藍絲 還有 原本 是站在藍絲那邊的媒體 開始不知道自己的定位 還有 核心的矛盾 以及問題 不知道去了哪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之前 敬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曲 在海外的聽眾 記得 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在香港的聽眾 也請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話說這個文章 是這麼說的 必須承認已經 是沒落 沒落的 是香港 是香港人 還是香港政府 正當 港府 殺有街市 推行禮貌運動之際 網上封傳兩段酒店的職員 爆粗 辱罵客人 一段發生在 沙田的一間三四星酒店 的前台 另一段發生在中環 的五星級酒店門外 在沙田的麗豪酒店 那段我們也有跟大家詳細說的 在事後 酒店也有手回應 前者 沙田的麗豪酒店 說當時因為房間供應比較緊張 所以客人等候換房的時候 是情緒激動的 已經 是內部懲處攝氏職員 後者 發生在中環五星級酒店 攝氏職員 已經離職 相關酒店也都是道歉的 不過我們跟大家揭露過 沙田的麗豪酒店的事件 很可能 是這個 瘋狂的客戶曾經動手襲擊酒店職員 所以 酒店的回覆也很明顯 是說 客人等候得太久 所以情緒激動 文章繼續寫 說酒店代表一個城市 的旅遊形象 即使 客人是多麼蠻不講理 專業的從業員 絕對不會如此對待客戶 我其實也跟大家討論過 如果超過了 是合法的底線 例如肉手一腳 這個 是沒有得容忍的 禮貌之刀 不是受害之刀 為什麼 藍梅要撰寫這樣的文章呢 就是因為只能夠止喪罵懷 實際上 批評酒店 其實 是暗示 香港政府 完全 沒有專業態度 對著 所有外來的客戶 叫做戰狼上身 這個是我對 香港這個親建制的媒體 東方社論 的解讀來的 因為 如果擺明居馬攻擊 香港官員 可能會被 香港的警察 將他 當成 反中亂港的媒體 文章繼續大放缺詞 職員面對無理的客人 招架不來 但可以請同僚或者上司應對 心裡 有不滿也可以事後反映 而不是直接 跟客人對罵 更加說 人人都有情緒 不是說 客人永遠是對的 只要 職員穿上制服就是代表酒店 以至 是旅遊業的形象 豈可如此失控 最令筆者驚訝 不是酒店的職員爆粗 而是網民 竟然一面倒 是贊同這個 小客的行為 小是動詞來的 認為 西客不應該縱容 更加一口咬定 有西客 必定是來自內地的 你說 文章挺奇怪的 原本就評論 酒店 到底 服務質素如何 結果話風一轉 網上的世界 評論竟然也成為 社論 的評論方向 好了 開講也有說 網絡世界不受規管 尤其是 網絡發表意見 網絡 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看看到底主流的意見 是哪一件較多 這個 一向 是網絡的重臨法則來的 將網上的輿論 當成是香港的聲音 本身就是 香港 那麼久以來 官方的盲點來的 很多時候 網上 叫得最大聲的聲音 未必是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見來的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網上的聲音 是最極端的聲音喊得最大聲 尤其是匿名的網上世界 我現在說的網上聲音 是不包括 例如 我們現在 是用公開的身份 在做 評論 通常網上最失控的聲音 跟匿名是有關係的 我們繼續說回東方的文章 這個文章講講講 又回到 去年 的空姐事件 當時 空姐用英語 嘲諷和歧視 內地旅客 當著 客人的面前 恥笑 以及數落一番 他說這樣的行為不會顯示自己 更加優越高尚 只會反映 自己質素低下 最後連工作都丟失 是如不可及的 然後又說 香港說到底 是旅遊業 是有問題 並非亡羊保勞 搞禮貌運動能夠補救 然後 又說新一代顯然 連教育都出問題 更加說 面對中國崛起 不僅西方 最最不安 香港人也有一種自卑 變自大的心理 這裏 這種心態反映一個地方沒落的 人們 失去專業 以及自信 正如我對這篇文章一早的分析 現在 香港的這些建制媒體 不夠膽 是對香港政府 開炮的 這篇文章十足十 有紙桑罵懷的味道在裏面 不過 我仍然覺得 這些文章很可恨 因為句句 說中國大陸崛起 說你現在 是自卑變自大的 其實自卑變自大的 最離譜的正正是中國大陸 的萬千步伐戶 還有當權者 反而香港 面對中國大陸 其實 根本沒有所謂自卑心態 來來去去 中國大陸 在2014年之後 有大量的內地遊客 瘋狂 是 侵擾 香港 的民生 所以才引來 香港反彈 我們確信今天 今天沒落的 是香港這個地方 而不是香港人本身 最沒落的那個 是香港政府 如果你說 以例代人的話 香港的戰狼政府 你可以說得上 是失控的表表者 你不方便說 我代你說 目前現在香港的媒體 如果不是指喪罵 其實根本完全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是如何的 因為很明顯 香港現在的沒落 100% 原因是來自無恥的當權者 香港的所有政策 全部倒行逆施 再加上戰狼外交 一種 挽救經濟的方案 也沒有 還要 怪責 酒店職員 香港的沒落 跟酒店職員 試問 香港現在的沒落 怎麼會只是跟 酒店職員 說粗口事 香港的沒落是因為 怕有瘋狂的官員 是天天跟全世界開戰的 也請各位記緊 尤其是留在香港的朋友 今天 沒落的 肯定是香港政府 還有現在地理上的香港 而不是 香港人沒落的 我們這一節 也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住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printed out 購買? 讓我給大家看